最快乐的电台 现在时间17点整 民族情绪 自由论丹 快乐联邦邦共同学部护影节目 以学部电影为出发点 你来说大家来听 欢迎收听 快乐心生 哈喽各位快乐联邦邦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上大家好 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快乐心生的节目 感谢 我们快乐心生可以收听的频率 大街外地区是 中国电台FM19.3 大学中华南岛地区 可以收听旺春宏 中国电台FM19.5 台南家境欢迎收听 家路 中国电台FM19.3 台南各乡彬洞 可以收听快乐 中国电台FM19.7 配合地区 可以收听 方向 中国电台FM19.3 你也可以回顾 就应该收听 现在我们联系已经上线了 你只要在民窄 這個地方怕快樂聯播網Happy Radio 第三塊我們現在正在進行直播 後來選舉繼續倒數 那今天來在空中一樣要來講 開港有關雙技的問題 那今天這位日本來賓 一定要跟我們的董 理念好好說給我們聽眾朋友來了解 那當然我們聽眾朋友 總共理念跟你的生活是人動的 要給一過十一盒靜東票 我們大家支持一下 好我們趕快邀請出來就是 一兵一國行動黨的部分區 理會第一位陳昭之 來到這部門長你好 感謝主持人各位鄉親大家好 我是陳昭之 我目前也是一兵一國行動黨的發言人 是我本來要說你當署長 因為你目前還是在要害救濟基金會 我十月卸任變成董事 當好任期了 OKOKOK 那我們現在目前主要是 我們部分區拜的委員 也是要努力去吹票對不對 一定是 所以可以讓我們聽眾朋友來了解一下嗎 為什麼我們一兵一國 因為我們好像還蠻晚 決定說要選對不對 我們一直中度的原因是什麼 一兵一國這個 這個董 是可以說目前參選裡面是最晚來成立 八月十八 但是這個因緣 這個原因 我相信大家會想到 我如果說大家可以了解 因為這一兵一國 台灣中國一兵一國 這是我們為總統任期裡面發出 這個交付的就是 當初比總統 其實在叫阿比總統的這幾年中 這十幾年中 我們也是就複選 所謂的一兵一國連線 可以支持我們這個政見 可以支持阿比總統 他暗政是政治事件 要把它平反 他可以支持這個政見 我們那時候都組一兵一國連線成員 沒有分什麼黨派 我們的社團成員 大家都去複選 兩次的複選成績都非常漂亮 2010年跟2014年 當然在中央我們也有想說 我們有需要來組一個政黨嗎 2015年我們就先成立 一兵一國連線 這是一個社團 還不是政黨 但是那時候我們要去登記的時候 內政部就有注意到我們這個社團 他們大家知道 背後的精神理修就是 淡水平總統 所以他有問我們說 你要直接登記政黨嗎 那時候我們先是郭醫師來處理這個 當時我們那時候去請教淡水平總統 那時候還在亂上 那當然他是說不行 那時候就是成立的背景就是這樣 所以那時候我們一直用社團的名義 去考慮很多支持這個理念的人 我們是都基督 大家都出錢出來去跟這些人複選 都有兩種很好的成績 所以到今年 我想今年大家看到 今年民進黨的選舉不是不好 結果不好 不然大家就覺得有很多理念想法 大家要出來 要來主張 所以開始你看 這幾年來 這幾年半來 差不多 政黨的數目就增加很多 當然阿比總統不管他是什麼因素 他也有公開說 今年他就沒有再做黨 因為本來我們就想要主政黨 他覺得不管 那時候他還在黑牢 我們也不知道 後來會變什麼款 所以他董事後 差不多已經民進黨初選結束 那時候六月七月 太煩了 大家要找人 找一些發起人 一百個月發起人 找到之後 我們才去申請定義 所以老實說這個人生 你如果說這個黨很年輕 八十歲才誕生 但是這個人生 這邊一個人生 台灣辭職陳水扁總統 可以為他勇敢做總統的實在 2002年剛化出來 用總統的身份化出這邊這個 所以這個由來時間是很久 是是 所以我們應該說化料很早 不過我們正式成立 因為我是看主要是 剛剛也有稍微提了一下歷史 我們當初2010年的時候 也是有放AQ法 那時候我們在化這個巧合的時候 本來就有一個主張 那時候我們本身是扯團 但是有一個一邊一國連線成員 那時候要競選的人 會跟我們簽政見 那兩個政見人OK 我們大家同意之後 我們都義務服選 這個當選你都很高 差不多都超過八聲 主要是要做這個聲音 因為那時候是馬英九執政的時期 我們要做這個台灣 要土地建國 要一邊一國這個精神 這個聲音要就流放 因為比總統就是為了這件 但是去犧牲嘛 他就是為了這件 他就是這樣主張 他被認為是竊國嘛 也讓他主張台灣獨立 敢公開這樣子喊的一個總統 所以他的名字就是這樣來 所以我們要做這個聲音 他的犧牲就有這個計程 OK 所以我們剛才有說 我們一樓從2002年到2010年 到2012年 那時候整個想主黨 到今年的九合一大選 其實一邊一國都沒有缺席 我們今年的九合一大選 那以這個民進黨這邊來當選 來是238的人 所以呢 他的當選率 我們算大概是58.5% 我們一邊一國 一邊三個是103的人 我們有64的動算 所以我們的當選率是62.1 所以你這樣拆拆起來 哇 這是一邊一國的整個 海平民進黨 我們2014年跟2014年 2014年我記得是80幾 80幾% 2014年 是是 那個最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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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都這樣說 這個當選率應該是很順 是是是 不過我們要是說 這麼順 還有一個很大的順 其實跟民進黨 他們主要是主要 他們雖然是一邊一國 支持是連線 只是說他們本身要是掛民進黨的黨 因為我們那個不是剛性組織嘛 是 一邊一國是一個信念理念結合 所以不管民進黨不動 不動集 他們如果有林東這個觀念 林東這個信念 他就可以加入這個聯盟 所以開始有什麼 因為軟性的組織 可以跨黨的組織 所以當選率就 就比較高 當然政黨成立以後 大家都有稍微 像我們的黨是允許黨員 可以跨黨 我們的黨是可以 是是是 不過這個我覺得也給大家一個訊號 就是說 剛才我們 剛才有說到 去年選舉 其實民進黨選得很不好 那會有什麼會不好 其實大家都知道 原因就是很多人都覺得 中央的這個執政 其實是做得不好的 那當然很多獨派 也是很不贊成 小英的某一些政策 蠻多的 所以這些的責任說 這麼多人都覺得獨派 感覺跟小英這邊已經分裂了 很多這種的情形 他怕偏去了 所以我們說一定會有原始 就是民進黨已經離開他創黨的初衷 原出發點很興奮 當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執政很久 變成大黨 有管理頂頂 就開始就會比較偏離 原來的出發點 所以我們一直在堅守在這個台灣獨立建國這個觀點的社團 當然是想說一定要有人收到這條 這是最基本的事情 而且我們的願望一直都沒有辦法實現 我們也不接受所謂的維持現狀 當然更不可能去接受所謂的一國兩制這個公開 所以一定要有這個聲音存在 對對對 所以其實剛剛這個陳昭之 希望說在沒年的時候 可以叫你一聲委員 也希望可以這樣 真的真的 然後還可以去立法院來拜 好 我們剛才說到執政 其實我覺得他有他的包袱 他不敢喊 可能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說 他怕得到一些中間選民 既然這樣沒關係 但是如果我們是不是在立法院 這個聲音也是要繼續存在 你說得很好 我會記得 我們還一直在民進前 那時候李登輝在指導 他是國民黨的總統 民進黨是不是經常扮演那個黑鏈 其實那時候我有發現說 民進黨要求的事情很多 李登輝在某個程度上有去實行 就是民主化的部分有去做 現在如果叫你的公開 如果說民進黨認為他要包袱 各位鄉親各位聽說 你警察要支持我們 我們怎麼有人替他收到 我讓我們來做黑鏈沒關係 他不敢說的 我們來講 他不敢做我們來做 他這麼多事 我們現在發現民進黨很多事實在是 議員堂 我們老實說 我們有一個禮 像都 貴禄國以前那個香菸的走私案 大家 真的大家都看清楚 我想 都不用再去解釋 但你可以發現 就是北京黨的人 在說這個事情 批評這個事情 但是民進黨六十八 六十八立法委員 沒有人說 真正的事情 我們在開支開的董事會 我們裡面 有很多民進黨的立委 那時候 李總統也是跟 我會叫他蔡宇頂 那裡有哪裡 你說 這個要緊的事情 大家都沒有發聲 他也知道 一大世界發聲 所以他有很多告辱 那當然 所以 你六十八是一種聲音 那你本幾歲要給我們 別再講啊 因為我知道 我們的支柱有一個 他們幾三歲沒有差 我們幾三歲有差啊 我們三歲 因為要當團 我們才可以替大家修到台灣 是 因為我覺得我們這個董 我們有組織 我們這個董 絕對是最受到台灣 和人民的董 你看到我們阿批總統 他在做市長的時候 他是不是最照顧基層 因為那個老人年紀 也是從那個時候來 他執政的時期 那個勞保的心智 對吧 大家不可以說 老闆倒下去 我們退休金才不可以 心智帶著走 還有很多照顧 農夫老農老人 丁丁 勞工的部分 那是最照顧 照顧基層的部分 這個是 民進黨其實 他最原始支持者 也是這一群人 當然我們照顧台灣 本來就是天津第一 所以我們覺得 六十八歲 只有一個聲音 三是五是好我們 我們不一樣 但是這個聲音 你可以放心 我們其實是 我要老實說 我們是其實跟民進黨站一樣 一邊 但是我們站在最基本的 這條聲音 你真的不能退步 就是站在這裡 我們來扮演角色 讓我們黨團 我們才有力量 我們才有協商的能力 要三選 三選 總之要三選 不過我們剛才阿佩黎 去年這個 九合一大選 我們大概有100萬的支持者 所以就變成說 我們支持台灣的 愛台灣本土牌 我們只要100多萬票 來回來一邊一國 我們不要說苦藥 苦藥 你其實要支持民進黨 你一定要支持 因為畢竟本土是力量 我們還是要照顧 但是我們說不分庫的部分 我們如果100多萬票 回來一邊一國 我們大概會有三席到四席 對不對 那對民進黨來說 其實減三席四席應該是不差 但是他們現在都很拼 希望也是要拼過半 所以才會在法公投小黨 沒有 這個投憲不能再說 意圖使人不當選 那個不行 你說泛律過半 泛律過半的前提就是 要有正綠軍 真 我們是正綠 民進黨有比較便宜 你不管你前綠 或是站在中間 你就泛律 我們還要綠軍 大家怕什麼 一定要有這個聲音嗎 如果沒有人說出這個聲音 這幾十名 如果沒有那個台獨者 這個聲音存在 要扮黑臉也好 把聲音講出來也好 其實台灣的民主 跟我們的獨立 不會再進步 OK 所以我覺得 剛好我們今天也是非常榮幸 有機會邀請你來做節目 我覺得是不是也要跟 有一些民眾來講 就是說 很多媒體報導說 我們其實做黨主要的訴求 就是特色的前總統而已 其實不是吧 我們其實還有很多連念 我在持大政見 我告訴大家 九大福利中 都很要緊 所以絕對不是 這麼的一個偏頗嗎 對不對 所以要賺錢 我們這個黨不是為 但是我們個人 絕對不是 我過去在台灣 大家都說 我可能便宜第一 我剛才跟你們說 不是這樣 我如果說不可以 還有什麼人要代表 絕對不是 那個信念最重要 台灣中國一邊 不是為了個人 個人 如果總統要特色 當然是我們主張 要司法改革 因為他的平安 過程中 很多程序不正義的部分 這個施改是一定要做 蔡總統在第一任就任的時候 他的就職演說 那時候得到最多的掌聲 這個部分 當然我們希望說 如果民進黨 再度連任執政以後 那他可以放心去推動很多事情 這個部分他就要好好來處理 是是是是 OK 所以我們這個 不是為個人 好 所以呢其實我們也剛好 趕這個機會給大家了解 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其實有十大政見 對不對 對 我們主要的政見 包括有老人津貼的部分 和育兒津貼 現在差 我想這個部分 我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我們很熟很熟的 比如說我剛才說 我們這個政黨 是最親近台灣人民的土地 和人民的政黨 像我剛才說我們沒有黨主席 我們叫做召集人 阿炳東說他叫做園丁 浪水的交水園丁 我們大家也沒有黨部 我們都叫做工作站 我們大家都是志工 所以他說要突然說 我們跟別的黨是不一樣的 我們的政見也是經過討論 阿炳東當然讓我們意見 要頂頂大家精力出來 我想說 真要緊大家一聽就知道 譬如老人的部分 現在台灣百分之十四的人 超過六十五歲 就是說大家越來越 因為醫療進步 健保的照顧 大家都越來 老人比率越來越多 年輕人又新都少 比率很高 老人是要照去照顧 我們照顧老人 拜託大家可以抓這個重點 你知道我們國家 越照顧老人 實在是不只是老人社會 你知道你的爸爸媽媽 如果是去向照顧到 你自己什麼 比較緊張 你也可以好好的照顧你的下一段 所以我們對老人的部分 至少有三點 第一就是老農今天 農夫 老農今天 要拿到一萬塊 因為這個一萬塊 是怎麼來的 老農民 老農民就一萬歲了 我們老農夫 老農 這是要到一萬塊 老人年金 我們是阿扁總統的時代開始 阿扁總統做指定開始 現在是三千多塊左右 我們也希望可以拿到很久了 只要拿到六千塊 很多人拿到阿扁總統的老人年金 說得很多時候 在台北可能比較困難 但是很多時候說 阿扁總統好像他們在花痕 只有一個月幾千塊 他要贏 對他們來說是很大幫助 所以老農年金跟老農夫 阿老人年金 還有一項最要緊的就是 老人如果住友善病房 我們現在人老了 多少會打病 如果有時候要住他們治療 你知道 那家人住院治療 你要半個時間照顧 你如果沒有照顧 你就要找看護 大家知道那看護多少錢嗎 一天都兩千年 那是差不多基本費 這就是非常沉重 但是你不可能說 你不要上班 不要上課去照顧你的人 不可能比較長期 所以我們的指定說 如果住友善病房 什麼叫做友善病房 友善病房 就是三人四人住的 就是說 如果一個人住一間 就表示你的一間這個比較好 好 那友善病房 老人住友善病房 我們租住友善病房 我們租住友善病房的看護費 那由國家補助 他一起照顧 就是說這個部分是為了我們將來 現在大家為老人的問題 已經開始在很多 包括長照丁丁在處理 所以我們對老人的部分 有老人津貼 有老農年金 還有老人這個友善病房 那如果老工 就是說我們要照顧什麼叫基站 老人當然就是相對是弱勢 那如果老工呢 老工基本上我們是 第一就是說那個本外勞脫鉤 這點應該很多人討論 但是有很多爭議 但是我們這次很確定 新加坡香港就是本外勞脫鉤 就是說你一旦脫鉤之後 我們自己也可以照顧 我們國家自己的勞工 我們可以把他的這個脫鉤 然後 你知道在香港 一個外勞 我知道外邊都可以 大家都要請兩個 因為他們請兩個 就是請我們台灣一個人的費用 他們脫鉤之後 把本勞的基本 公司就可以拉到三萬塊 另外有了 一例稍微差 對不對 那時候小英政府 因為送他競選去香港 答應說要還他七天 那後來是還了 但是後來又反彈之後 又把他拿回來 這個來來去去 其實他的利益是對的 但是那個做法整個 後來都失去彈性 現在雙方勞方資方都不滿意 所以我們很清楚 我們要回到 陳總統執政時代 那個 一樣的是 一例一休 但是勞資協商 你要用彈性嘛 你自己去講的好小 看要怎麼想 就是不定的那麼死 所以這是勞工的三大政策 本外勞脫鉤 勞工的基本薪資 要給他三萬塊 然後一例一休 勞資協商 所以這是老人跟勞工 就有六個政策 剛才你也說到 我們的九大福利政策 另外就是育兒津貼 現在大家都不在生孩子 生孩子當然有很多壓力 不管時間金錢 對孩子未來的 這個育兒津貼的部分 你看百貨黨還說 要贏到零歲到六歲 國家養大忙養 老實說 那個政見是很誘人的 因為大家都不在生孩子 現在孩子你照顧 那也是照顧我們國家的寶貝 所以這個有關育兒津貼 我們主張現在差不多 各個縣市不太一樣 有六千幾個左右的 我們主張育兒津貼市到 到一萬塊錢 學貸非常重要 現在學生越來越少 當然就是生的少 學生嘛 我因為參加這個動了 我再去了解 我問我兒子 我了解 我們學生也是有台大朋友 你沒想到在台北這種學校 他跟我說 媽媽我們的同學 跟他們學校的很多同校 其他的系別 他說他們都有背學貸 我才發現說有學貸的人 那個比率比我最高 你如果說 你如果包括醫學系 他讓他一七年八年 幾乎七八十萬 如果輸你學校 輸你學校比較多 比你學校比較多 如果普通也是三四十萬 那個貸款 那個貸款 那個孩子一筆研 他就面臨馬上要 還利息還本金 第一他就工作才開始 那個工作不可能關心 他才剛畢業 第二他是不是要為了說 我要賺錢 所以我去找 不適合 我不喜歡 只要薪水很高的工作就好 老實說這對孩子發展都不好 所以我們覺得說 那個學貸 應該要有政府一個基金 來做學貸 你要賺錢 零利率 所以我們的口號叫做 學貸零利率不是夢 就是說不要有利率 民眾公益做動作 發現說學貸的利率 近年進行 國民眾是在 近年比企業界的利率更高 所以他把它改下來 現在希望可以零利率 貪環時間比較久 所以剛才老人今天 老公說 我又說到育兒 跟學貸保分 另外一件 最重要的 我們董在討論的時候 大家意見都沒什麼 就是淹水 我不知道 大家鄉親做這個事情的 有喔 很多人很有感 我們董裡面 有很多醫療 包括我自己也是 醫療出身 所以基本上 我們沒有鼓勵抽菸喔 抽菸對身體有愛健康 這是事實 絕對你不能保證 很多病 但是 政府一直拉高淹水 用這個淹水去補助 健保補助長照 這樣對 這個成比率嗎 所以我知道 中南部有很多我們的支持者 當然 我不是說這是好事 這就要去改 但是用淹水 對人來說 這個淹水一直拉高淹水 一個月都要給一兩千塊 對人來說不是很大的負擔 很大的負擔 而且不對 為什麼要用淹水去救長照 去救健保 就是說 這個說法 比較沒有正當性 所以我們董 我們剛才說 這個降低淹水 但是為了保護 他們本身跟二手淹的人 我也主張說 成立公共吸淹室 其實有民國家都有公共吸淹室 因為現在 補分的人也說 你都沒有補分 你給我賣 現在國家在賣分 還在賣 搞得他們很像次等公民 很困難 對 有個公共吸淹室 一方便自己有一個空間 兩方便也賣二手淹水 四十幾票 中華民國什麼 台灣什麼 所以我們要是玉山的台灣 我們要用台灣 用這個名字來做我們的身份證 所以這個國家的立場 要證明自信定定 這個因為這個不屬於福利政策 我們是 可以慢慢跟大家說 你看我的名字就知道了 大家說 你們這個董 一看就知道你們的主張 就在台灣中國一邊一國 是是是 不過老實說 我們台灣有一次人 人是這人動台派的啊 或是是獨派的嘛 對不對 所以一邊一國 對很多 尤其是香港的事情後 很多的台灣人 甚至年輕人 就更加的深入 你說得對 我你說英國 那時候我們做台獨運動 他做幾十年了 對 李正元高雄是我的老師 他台大藥理所老師 我們請問 那時候多少香港人是支持台獨 他根本很武感 他對我們台灣的這種武感 那是他們前一輩的事情 但是你看這次之後 香港多少人支持台灣獨立 他很害怕台灣 他很害怕台灣 台灣哪 哪又去廝守 他連後退的路都沒有 對 所以他最怕我們台灣 現在我覺得說 不可以再怕 大家不可以再怕 公正地 不可以再怕什麼台灣獨立 不可以再怕一邊一國好嗎 這個 這個字眼都要定心完好不好 這是要按我們的心 因為我們 當然我們最好的國家 在報道 我們要把它收好 保護掉 我們好 大家都會好 所以現在你看 大家 你看 美國政府現在因為 當然是為了美國利益 要對中國之間有些 對抗中國 不管是貿易的部分 還是說 叮叮 智慧財產權 關稅等等問題 但是你可以發現很多 因為 美國出來騎頭 所以很多文明國家 也對他發這個聲音 像他們在國際舞台上 根本沒有人幫我們出聲音 現在大家知道 中國的邪惡勢力 所以我是跟大家說 不要怕一邊一邊一國 這個聲音 我們一點都不 我們就很基本 我們一點都不激進 我們就是很 就很基本 你的刀把它收掉 你的名字叫做台灣 很簡單 OK好 為什麼阿佩 所以一開始就要 讓我們的來賓 趕快來講一下政権 因為我覺得政策的所謂很重要 我有發現說 這次的這個選舉 尤其是總統選舉的部分 不至少 好像都是口水戰 沒有人在說政権 那我覺得 一個選舉 我會說政権 你是要怎麼投票 看心情 看高興 我覺得不是這樣 尤其是總統的政策說明會 大家都覺得這是編論會 不是說明會 你把我捏 我給你回回去 你再把我捏 我又給你回回去 所以看來看去兩個人 在那裡忘記 那我認為這不是人民的福氣 所以阿佩姐一開始 趕快給我們一邊 一國行動動 這邊 讓我們來說明一下 我們到底從政的理念是什麼 好 再來呢 我們要休息一下 等一下還是要來問 我們的特別來賓 因為我們知道 他補分庫 我們如果白餘補分庫裡面 主要是他專業為主 那我們今天的特別來賓 其實他有這麼專業的部分 那有關他專業的部分 我們待會休息一下 再回來開港 空調為我們聽到這邊的邀請 特別來賓 是一邊一國行動動 不分區立委 第一名陳昭姿 來到我們的節目 我們休息一下 這是一個最快樂的地方 這是一個最快樂的地方 一切真主宰 關心土地咱的愛 這是一個最快自由的地方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信 徐立信 現在參選中正萬華立法委員 一步一腳印 天天市場擺攤 服務不間斷 中正萬華需要一位 不會選前掛不條 選後就繞跑的立法委員 台灣的司法已經淪陷 唯有阿信的踏實 毅力與法律專業 才可以終結恐龍惡法 立法委員一定要支持 二號徐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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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阿信一直都在 瓜孫啊 我說好了 阿信 歐江 16 阿信 無關 不能讓孫子說我們的口氣 臭毛巾 吃蒜頭 吃汁 吃粉 吃酒 做成口味噴 一定會用倒出香氣 把口氣來油車清好 嘴上油香 清洗去 divert睡 口氣不會又臭毛巾 倒出香氣 起香清洗口氣好 孫子最喜歡對耀你 散川泡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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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 百 charging三 巴基山 师父别怕 我们有全球租车 哦 是何道理 全球租车提供商务接送 旅游接驳 专业包车 还有轿车 礼车 修旅车 大巴 中巴 小巴 绝对比师父的马儿还要厉害 哦 有全球租车 到西方取经也不难 全球租车公司 07 831 9037 831 9037 全球租车 大家好 我是华青甲 二空二空是为何国家主权 修好台湾民主 决定台湾未来重要选拟 请你用新型的选票 既择一国两座 这一月十一 总统这票 竟请你支持创英文 政党这票 困求你专业支持 十四号民主进步党 各位拚贵 台湾一定贏 快乐台湾 政策武汉 快乐联保邦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空中为我们听的朋友邀请的特别来宾是一边一国行动动 现在是部份区第一位的陈昭之召集人来到我们的节目行动 好 我刚刚有说到 就是邮官一边一国的一些政策 那其实政策是蛮多的 我们听众朋友说你有兴趣 你也可以上网站来查询 或者是说上召集人业的这个帮站 其实我们从政的里面都下得很清楚 是是是 我刚才说的重点就是 我们对劳工政策有三项 对老人政策有三项 幼儿跟学贷 跟淹穗 所以你有感觉吗 我们这些政策都很照顾一旗站 就是非常集成的 是是 当更大的政党发现说 你们这是有票的 就拿去了 水淘气了 结果什么学贷也拿去 民进党也给我们拿去 他老人也开始在 就变成了 都变成了 都淹没掉了 是是是 当然你一方面想说 那叩见我们的政见是很棒的 你要拿去 我们政议是从零开始 所以我们绝对是从头开始 而且我们这种政见是我开始整理的 我先收集我们党员的意见 整理出来 然后最后也请陈总统做一些指导 后来我们开的工作小组 就是决策小组会议 大家再排次序 稍微摆一下优先 自己的重点是什么 所以我们开始是用心为零开始的 那这样也是我们的政见 OK 所以呢 这是我们整个政见 可是呢 我们知道 刚刚阿佩有讲 有什么要有不分枯的理由在里面 这是专业的 因为我们知道专业的 这部分人就是很专 你要去算副业的 其实它是有难度的 所以我们当初的政策 就希望说呢 我们可以把一些更专业的 放在部分库里面 可以到立法院 针对我们台湾 现在有缺失的部分 来做一些改善 那您就是非常非常专业 在医疗也好 甚至我们知道 健保这部分也很清楚 甚至您有一直要推的一个方案 对不对 对我先感谢 因为我感觉我是部分区里面 少数我可以有很特别的一个政见 我本身是一个子宫发育不全的病人 大家可能会记得差不多幾年前 那个艺人叫做小贤 他也说比较有生命 生命都很少 因为大家大部分是不敢出来说 我这个代孕要解禁掉 代孕就是代理孕母 代理孕母 就是说 台湾都可以捐精 你如果没有精子可以捐精 如果没有卵子可以捐卵 但是你如果没有那么多健康的子宫 不管什么原因 先天性的 还是后天的长肌瘤 长癌症切除了 还是说你的子宫的环境 就是没办法去怀孕一个孩子的话 他就需要一个健康的子宫 所以在这其他文明国家 三四十年 差不多都同意通过三十年以上 你现在说的文明都有 那些国家 他们都没有什么传宗接代的压力 他们都是一个什么观念 人家 这是我要生育权 我要做妈妈 我想要做爸爸 我要做妈妈 我哪有孩子 不是说这些人 他就像我 包括我年轻的时候 我想我敢不敢结婚 我敢不敢乱来结婚 因为我没生 因为我十五岁就知道 所以这个代理义母 尤其是 我们现在是台湾的少子化 到国安危机 现在都要生孩子 我要跟大家说 我刚才把抗议衛福部 当期以来 你只要叫健康的人爱生孩子 因为我都没想到说 有一群是没有办法生育的人 对不孕症都没有照顾 你们大家很傻 那不孕症的人 像小孩 他们都不怕痴 那很多人是怕痴 你要叫他生孩子 就像爱的名字 但是我们这些人 是很想当爸爸妈妈 好吗 不要说健保都不给父 因为人工生殖 都不给父 不要说钱 母亲都自己要去处理 就是说 你要把我们禁止 这是没道理的 所以代理义母 这个部分 我推动了二十几年 我用真实的名 推动二十几年 大家可以让我去立法院 我第一天要处理这个 我要帮助你们 我跟你说 这个东西大家都注意到 不是说你现在健康 真好 我们人生 你可能你最爱的女人 或是女儿 我说每个人都会生病 那你会不会遇到那个状况 这么说我们台湾自己都技术这么纯熟 我们在台湾的人工生殖 试管医院技术很棒 这人纯熟你不要 你只叫有一个人 教授有一个人去美国做 去外国做 像联会生 他要带两个带来 他没有新生的国主约都回来 对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 小贤也是说 他花贵了百万去美国做 他刚才没成功 结果钱没了 他的婚姻也没了 所以我们就是要 照顾我们的国人 这个部分 所以我二十几年之前就在说 不孕夫妻 纯属这个传统的夫妻 一定要赶快快速过关 其实这个法案照着什么好 国建署照着什么好 只是说有首属 比较偏激的人 一直挡 他花很多力气去挡 包括我公开讲 包括民进党的黄淑英 国民党的王玉敏 儿童福利人们 还有某些妇女权益委员会等等 他们都有一些 较不成熟的想法 一直去挡 所以这个部分 他们挡的原因是什么 他们都说的大家在听看看 但是我李宗 李宗 他说这是物化 把女人物化 把她当工具 要做成新孩子的工具 帮男人传统接待 各位我跟你说 我大家是 我太一的 子宫本来就是要生小孩 子宫本来就是个工具 第二我们不孕的人 或是有需求的人 等一下我们也可以谈一下同志 有需求的人 我们连当工具的能力都没有 正常的那个妻子 或是说媳妇 他们算的就不是工具 我们没办法 要拜托一个人 我们就变工具 你说有话 老实说很多人结婚后 他没生也不行 他被家族的压力 请问我要拜托一个健康的人 有健康的子宫帮我生小孩 他要自愿多挂冠 他要很免疫 我在跟你比喻三天 所以意愿性越延越不误化 因爲他是免疫 他是自然的呀 但是老实说 那正常夫妻反而不见得是自愿的 有时候老公比呀 婆婆比呀 我不是说大家 你要给大家尊重 因为这是一个里面 一些困难 所以很多技术也存收 所有理念的所有的国家也都有了 所以这个部分代理 因為我希望說一般傳統夫妻可以過 可以快速 因為草案早就寫好了 只是被人家阻擋 另外我們今年通過的這個同婚 是今年通過嘛 今年快年 今年蔡政府既然成為亞洲第一位 所有人的國家 可以讓同婚法案過 這些人 阿民他現在有婚姻權 阿民他也有家庭權 他也想要有育兒 也有孩子 我拜給男男同志 還是同志他邀請去演講代孕 那時候我印象很深 有一對男男同志來找我 這個其中一位 還是長庚大學一個助理教授 他就來跟我講說 他有一天 他帶著他的那個夥伴來找我 然後他講演講完以後 他跟他們爸爸 我們叫奧婷出櫃 就跟爸爸說 他說他媽媽聽不懂 他爸爸知道 他爸爸說一句話 他跟爸爸說 你給我生一個小孩 讓你再再吃 你知道我老實說 我跟各位父親說 我跟你說 他們爸爸要求的一點就沒有過分 很合理 因為 因為他們爸爸可以覺得認同我的孩子 他就是同志 可以接受 但是他希望家裡有能夠傳 能夠有後代 這是非常人情的事 我覺得非常 我很想幫忙他 他來問我說 代理他現在法案進行要如何 我都知道 連一般的夫妻都還沒有 那同志的部分 所以他本來告訴我 還是說要去國外 後來想去國外也是很麻煩 要很多錢很多時間 還不上班 也不是每一間都可以承受這個東西 所以我對那次印象很深 所以我想說 一旦我能夠去國會 第一我就要求 要求 延宕已經放了那麼多年的法案 快速通過一般的夫妻 我們趕快來討論 同溫之後的問題 就怎麼來處理 比如說男男同志 我比喻啦 我也不知道法案要怎麼寫 比如說男男同志 如果你要聲講 是不是你們協議是有誰的提供精子 然後我們去找代理 幫你們審是哪一位等等等等 就是說現在沒有嘛 就說你開始趕快啟動討論 所以我這個證件是 是一二十年是我一個人在背 這個證件誰都不要說是他的 你要支持我我很高興 但是我在做的時候很困難 所以我希望全國 有不孕政的有這個需求 不可以生的家庭 不可以生的女性 還是家庭 因為夫妻同命 還是說同志有這個需求 我希望你們支持陳昭之進國會 就是把政黨票要給一邊一國行動黨 你要支持我 我絕對有這個承諾 我會做 因為你看Google 你看Google 你只看代理運務 就是只看到陳昭之的名字 我已經做了二十幾年 老實說我這久來都沒有從政的願望 我也有很多機會 這次為什麼我怎麼加入政黨自己去選 過去我都去輔選了 我做十幾年 結果我也是沒有其他的從政的意願 這次問到兩個男生 我先生跟我兒子 支持我 而且 我也有點 推動我要我家 要去 參選 是是是 不要讓你猶豫空間 你去去選 他的意思是說 你自己親自去到國會把 代理運務法案完成 老實說這也是很殘忍的 讓一個病人 因為我自己就是子宮發育部 我是個病人 讓病人自己去做這件事情 也許創一個例子 那就是說 所以他用這個來鼓勵我 他們是鼓勵我去國會發會 但是我本來沒有那個野心和企圖心 但是他用這件來跟我說的時候 我就心動了 我如果沒有自己去 沒有自己去處理 什麼人要幫我們處理 我所謂的我 其實我是代表我自己不用 因為我所有人跟小孩 而且我跟他感情很好 他二十幾歲了 那可是很多病有在等耶 很多病有在等耶 各位 不孕症的需求 這個不孕症的病人越來越多耶 不管是說 環境還是說晚婚等等 這個需求 所以二十幾年前我在說這個 大家把他罵說不道德不倫理 現在沒有人跟他罵 現在因為根據國建署做的民調 八成人支持還是不反對 所以各位同分五五波都可以過 為什麼這個部分不可以過呢 所以我要跟蔡政府說 我想我相信蔡政府可以順利連任 這個東西 五五波你都勇敢做了 為了人權 為了人權 五五都做 這個八二百分之八十個二十 你沒有理由不做 他不是戰線 本來我一直在拜託 我也跟一些高層接觸 他們叫我喝 這是戰線 因為那時候蔡政府上次很多事情要做 你說不管年改什麼 我也知道戰線很多 就叫我不要再打開另外一個戰線 但是我要跟大家說 八成比二成 八十比二十怎麼會是戰線呢 幾乎是大家都支持 我想你聽一聽你生活比 也可能很多人在期待 這個法案 尤其尤其我們台灣的孩子越來越少 我們的少子化已經到國安為止 大家不可以說我會說這個小孩 台灣要亡國滅種 大家都不愛想要不是亡國滅種 亡國滅種啊 大家都老人啊 所以現在長照才會說 要怎樣要存多少錢來處理長照問題 你今天就要生產力 要有下一代嘛 台灣人不能亡掉嘛 要不要忘記嘛 OK 我們贊成趙子言剛講的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他也是子宮有問題 很嚴重的 在那裡懂 他心裡說你要命還是要子宮 你這樣一個女生好可憐 我要做這種選擇 我如果要留子宮 我可能命就不去了 這點很重要 我在癌症醫院上班 你知道我看到多少病人 我現在要講一個藝人 因為他的故事被公開 所以我沒有侵犯隱私 就是那個 小嫻 醫院小嫻有那個香港的藝人 梅 梅悦芳 對 梅是梅悦芳嗎 因為他不是子宮頸癌過世 但是因為那個時候一樣 你剛剛提到 因為報紙都有討論他了 那那個很多醫藥記者告訴我 因為他的治療 可能要切除子宮 所以可是 可是他是一個向往婚姻生活的人 他想要未來結婚生小孩 那我後來聽說說 他 他 離開前那個大體是穿著婚紗 那個記者跟我說是白紗禮服 所以 他因為擔心會破壞他 就是破壞他以後追求幸福的管理 可能不會生孩子 所以他有比較擔擔去 所以很遺憾 就是說 可能一個可以比較及早來治療的 他就是擔心說 我要名 就是像你說那句話 他要名 還是說我要那個子宮 因為子宮代表一個希望 當媽媽的希望 一個婚姻 幸福裡面是很重要的一個希望嘛 所以為什麼要這麼殘忍 讓這個病人不能安心去治療呢 為什麼不可以說你有希望 你去接受治療 但是你同樣有希望 我不是說每一個人子宮 那時候都要來找代理 但是你祭祝給他 他想說 我想要生孩子的時候 我是有班 還有方法 可惜我自己不認識美燕芳 因為他在財力上沒有困難 如果我是他朋友 我就告訴他 你勇敢去找一點接受治療 還是有機會有小孩的 有自己的小孩 所以你剛才說到病 我們病人是癌症醫院 有多少人會經歷這段 所以我等下我的醫生也會 找這種病人 叫我跟他討論一下 讓他能夠安心去接受治療 因為他就是整個要切除掉 對 所以也天然膠 也有子宮肌瘤要切除 所以我告訴大家 我就是看到美燕芳的例子之後 我推動代理他們二十幾年 我看到美燕芳的例子以後 我更理直氣壯了 我沒跟別人辯論 我更兇了 跟你的 因為我自己是健康的 除了子宮沒有發育 我是健康的 可是有多少人是因為 生病他必須失去子宮 他不能保留他的子宮 這些人是跟命在 命跟幸福權 他為什麼他陷入這麼痛苦 這個是不公平的 人生對話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就是看到 這兩個例子之後 我就越堅定了 所以你剛提到什麼 反對理由是物化女性 物化工具化 什麼叫工具化 另外他會說你拿錢 就有人談到說錢的部分 就我們可不可以 謝謝拿錢來謝謝他 當然現在很多法是寫說 他就是醫療的 或者營養備 可是我一直主張為什麼不可以 我要講 你知道根據性別平等法 這個女生 很多反對我是女生 這個女生 他認為說在家裡 娶孩子 租家 可以給先生要薪水 你知道這個精神是在的 可以要吃 或是說可以寫薪水 我要請問你 你這樣你自己挑選一個男人 是你自己挑選的人 你自己製造的人 你自己生了小孩 你幫他服務 你都覺得你可以領薪水 我請問你一個陌生的女人 幫我生小孩 我為什麼不能感謝他 難道你的錢就是高級的 我的錢就骯髒的嗎 這個觀念很不好 那你如果要說商業仲介 當然可以討論 這個部分 商業仲介 呼應關係最多商業關係 我說一件 我半開玩笑 很多媽媽說 我女生要嫁 你還有一間房子 你還有一個好的房子 那就是錢啊 那就是在說錢啊 那為什麼呼應 呼應充滿最多商業行為 這房子沒辦法 我女生也嫁你 對不對 你也稍微跟我說 我說不對 我謝謝我的代理母 你就不准我談錢 你就說變得很髒 這個我完全不能接受啊 真的不能接受 所以我們已經被歧視太久了 不公平對待 請這個國家趕快去改變 你已經剝奪那個 人民的幸福權太久了 太多人 因為這樣哭哭啼的來找我 太多人了 而且今天我大概40出頭 我身邊有好多朋友 都是晚婚就生不出來 那很多人以前 這個需求要有 有人說 你到底媽媽 年紀多大才叫晚 一般啦 有人說32歲 有人說35歲 那很多人就大概35歲過後 就生不出來 當然也有更淺的 醫療進步慢慢幫忙他 但是真的生不出來 就是生不出來 去檢查都沒有問題 所以說 我這個代理母 我一方面要感謝現在的副總統 是陳建仁他當署長的時候 那時候SARS 他去任務型的署長 2004年他就給他辦一個公民會議 大家如果有差別 可以去Google 公民會議 裡面就是處理代理母 那時候是通過 陳建仁署長 那時候又跟大家說 我半年來要將這個法案推出去 那當然後來他就換工作了 因為SARS結束 他就換別人來做 但那個法案可能先控制你 那時候就是說 將我們自己沒有子宮 但是精子卵都齊全的 都可以先做 後來就是像你說 因為大家越來越晚婚 二位女生晚婚 這卵子的品質 現在當然開始有動卵基礎 早期是沒有的 卵子的品質 開始可能有一些困難 排卵 拿著卵子的品質有困難 所以到20000年 國健署 秋樹立書院 還繼續跟他辦第二次的公民會議 就是因為說 萬一卵子也有困難了 可不可以也來幫忙 所以你看 你問題的床越久越大 譬如說我才剛才說 我們不孕夫妻真的幫助他 我們現在要討論的是同志 不孕夫妻還要討論嗎 別人都做過十年了 趕快討論同志 因為同志的部分 你要面對他的權利嘛 你給他婚姻 你不給他小孩嘛 所以就是說 當初不孕的女生剛開始說 你有健康人 因為那時候我那個時代 大家都比較早 老實說 所以那時候比較沒有卵子問題 後來兩千塊四年之後 八年之後 因為要不通過那個法案 所以新的病人又出現了 因為他卵有問題 所以是不是連捐卵 跟代孕要一起來 這個就是在討論的那個部分 OK好 後來我們時間來到這裡 46分要再討論一下 空調為我們聽到 有請的這位特別來賓 其實在醫療這邊 是非常非常的專業 那當然他這個進程 現在目前國內沒有人拿去 但是我認為 我們在國內 一定有很大的需求 剛剛提到同志有需求 還有生不出來的人有需求 有的人說 為什麼婚姻一定要生孩子 老實講 如果說這個夫妻 雙方真的要一個兒子 生不出來 那個壓力 我覺得不是旁邊的人 有辦法體會 真的你如果沒有在當下 你體會不出來 我的想法就是 你用選擇權 你剛才你說 婚姻一定要下來沒關係 有人可以選擇 你可以選擇不要啊 有人要選到說 要選自己的孩子 自己的孩子 自己的孩子 那不對 還有人家要去收養啊 你不能 你動不動 反對人動不動 叫我們去收養 所以我陳昭之最有正當性的 我每次去公民會 他們都 我的話他們都買單 為什麼呢 我收養小孩了 可是我當初 我鼓吹的 我要求解禁 不能再禁止待遇的話 我繼續做啊 我也跟我小孩說 我小孩說 媽媽有利 媽媽很不安 我們也很好 但是我是要為媽媽 要為別人去做事情 因為你不能跟他集中嘛 就像說收養就很高級嘛 對不對 然後好像要自己生小孩 你幹嘛這樣子搞 所有反對人都這樣跟我講話 可是我很生氣 像兒童福利人 因為他們官很多嘛 他們本身收養出養 他還沒辦法 反對代理孕母嘛 okok好 是相關的 我們聽聽一下 待會兒再回來才講 好啊 我們休息一下 好快樂的等待 誰喝相不愛 最快樂的等待 大家好 我是藥教蘭 拜託大家支持台北市 中山區 北上山區 立法委員好選人吳宜農 台灣驅過有款時代 進出來的自由和民主 現在受到中國的挑戰 在這個關鍵時期 台灣需要 吳宜農這款的年輕人 繼續為民主打招 保護台灣的安全 理空理空 台灣要贏了 整個十一盒 請支持吳宜農 我們大家用雙票 守候台灣 乖孫啊 我講破壞了 喂 阿公嘴吼吼 不可以讓孫子說 我們的口氣吼吼嗎 吃蒜頭 吃鹹 吃溫 吃酒 做成口味噴 一定要用倒秋香去膏 把水來油車洗掉 吹起油香乾淨不吵 吹起不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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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秋香去膏 吹香乾淨口氣好 吃奶最愛給你朋友 空白空空 百Q三 百Q三 空白空空 百Q三 阿樂 我想租車帶家人出遊耶 你有好建議嗎 那就找全球租車啊 全球租車是外交部指令廠商 全台專業附駕 各種車種 包含旅車 轎車 休旅車 大巴中巴小巴 全球租車公司應有盡有喔 哇 那實在是太棒了 我要趕快去全球租車囉 商務接送旅遊接駁 專業包車 就找全球租車 電話 07-831-9037 831-9037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環保室法學局局長 夏鵬如 為到環境衛生 大家家裡都會來拚手 也你真的需要用到濕湯車 我給大家四個祕訣 第一 要買健康的環境擁有 第二 要注意有環保室的協助 第三 要注意過期我們不能用 第二 照產品的包裝和表紙來使用 最重要的是 保持家裡的乾淨 就不用花錢買濕湯車 環保室法學局 就讓你身體健康 四年創奇蹟 呂孫林有成績 您好 我是總統蔡英文 向您推薦 年輕認真的立法委員呂孫林 呂孫林地方有建設 國會有政績 國會要過半 建設才不會做一半 呂孫林是關鍵的議席 守民主護臺灣 肯請總統支持蔡英文 立委支持呂孫林 快樂臺灣 無限精彩 快樂聯播網 賢 歡迎回來節目的現場 我們聽的朋友 一些特別來賓的 是一邊 一個行動檔 第十項 這個部分故事 集中十項 第一位 第一位不分區的立委候選人 陳昭之召集人來跟我們的節目 我們剛才有第一段第二段 花了一點點時間談政策 為什麼我覺得政策很重要 所以我們田徑彭佑中 如果林鄧 我認為明年的選舉 因為我們要分裂投票 什麼叫分裂投票呢 就是說伊翁我們都說三張票 要回到一樣一張 現在沒有 要跟大家說三張票 你不用回到一樣一張 我們要自己分裂投票 那當然不分裂的補婚 應該要多給小黨一些機會對不對 是拜託大家來支持一邊共產黨 我們跟民進黨站一樣一邊 但是我們站在原點出發點 我們的監督當監督員 我們當防腐計 民進黨不敢說不敢做我們來做 所以無論如何就請大家來支持一邊共產黨 你看我們的精神領袖是阿比總統 阿比總統就是一邊一國的信念代表 現在我們收到台灣收得到 尤其中國的勢力的崛起 香港的命運 大家這個部分 奉心 請大家奉心 將這個票 剛才我也這麼說很多政見 我們是將照顧其餐 其實政治的原則就是要 強勢者要照顧弱勢 要照顧弱者 就是用資源要來支持 寄弱福清的意思 是是是是 我知道原本這個 我們部分過的部分 這個阿比總統是白帝人 但是目前沒有辦法 不過他說他會去立法做助理 所以是超級助理 我們現在非常期待 你一定要評論我們 你在立法院裡面有一個超級國會助理 是總統籍的 國會助理 你如果不用換到法律的問題 因為保外就業規定說 就是這個授尋人是可以從事跟他的生計 跟他職業有關的 所以阿比總統做這個國會助理 絕對是符合這個規定的 是是 他來就是不得了了 所以請大家 而且他已經可以給很多很好的 對 對 對 所以讓阿比總統進國會好不好 進國會當助理 我們幾個候選人 都很想當他的老闆 是是是 就是 就是拼他為這個國會助理 是是是 所以咧 我們一十分 再跟大家強調一下 那今天也不知道 有一些話題 也邀請大家來參加 第一點半有簽書會在台北 西藏路十七盒是邱一峰立委的簽書會 阿保三點半是郭正典立委座談會 阿保五點是李婉玉 他的這應該是他的競選總部一些話題 所以這三個時間的 我們聽眾朋友 如果你要來這個見總統的 陳前總統 你都可以來參加 他整天的行程都在台北 是是 阿比總統知道 剛才兩位都是 明天才要成立競選總部 第一位 我們是邱律師 那個財經律師 人權律師 所以阿比總統 剛才有一個簽書會 大家可以來 阿比總統口述律師的簽書 可以拍照合照 這樣 阿郭正典醫師是 我們也承認 他是我們一間醫療小組的醫師 當然我們也承認是因為這個 因為高家瑜談了一些 對於這個官兵不適當的話 我們大家鼓勵說 他是舊兵的代表 他也是明天正式成立 這個競選總部 阿因為他 他那個部份沒有辦簽書 他要辦座談會 行車不一樣 阿比總統來台北 大部份都有時間 讓他擺到上面 阿李婉玉的簽書會已經舉辦過了 阿這次阿比總統想要去富君一個福星宮 他說要去拜拜 拜拜剛才那個旁邊就是李婉玉的總部 他可能陪李婉玉跟民眾致意 講幾句話就致意 所以明天的行程 其實當中他要去楷孝授課 所以你看到那個時間 11點才11點 阿會報差不多3點多 那個中間因為他楷孝授課 所以他明天很辛苦 很不容易 本來我們一個四齡大同 他怎麼擺到北韓國會比較不容易 四齡大同的那個 我們一個陳明前也是 本來一樣一天要陳明前 因為阿比總來台北 但是我說沒有另外一天 因為 阿跟晚上 他說6點 我懷孕5點 他到6點 結果阿比總統 晚上南域中委結出校友會 在台南 他要回去參加 是是是 所以阿比總統很辛苦 真的真的 因為他做中委的時候 還沒進去黑路去靈地 這樣那個體力變差 他應該 我記得他應該到總統 他一天都十幾個月行程 所以那是 我們一直叫做政治過動兒 當然後來就是冠 當然年紀 加上他在黑老當中這麼久 現在也要拿拐杖等等等等 可是我相信 他今天參加很快 有時候是很高興 所以 歡迎大家如果想說 要跟阿比總記名去想 可以請大家來這裡參加 OK 所以最好我們還是呼籲一下 要投給一邊一國行動黨 對不對 十秒 守住台灣 然後讓陳道智進入國會 幫助不運者 我們把代理應付法案 成立起來 OK 好我們非常的謝謝 今天的特別來賓 謝謝大家 祝大家週末愉快